在野 到時候長大肯定做古惑仔 不過她姐姐就很厲害 她姐姐就很吸引的讀書 她姐姐之前好像說 是不是她們學校要給她做交換生出國還是怎樣 幾年級啊 她姐姐讀大學的 接著 要是她爸爸還是媽媽說沒錢 在野不給她學 她姐姐在那裡考 接著後來我經過的時候 她媽媽都問我 哎呀 我說這些 你想想這些機會 借錢都給她出去 什麼機會啊 你那次 交換生 交換生 出國交換 幾歲交換 大學的 基本上你只給生活費而已 都不用給學費 給生活費也站不起 她爸爸媽媽就是屬於廣州典型的低下階層 她媽媽就是在麥當勞那裡幫她抹桌 一個小時好像聽她說 麥當勞收這麼老的嗎 收 你肯定收 好像一個小時收十多二十元 有時候她在麥當勞做 有時候在超市那裡做理貨員 她爸爸就像城管那些鐵管來的 聽她說每個月都有三千多元 是的 接著她爸爸又爛賭 賭在那裡賭 這麼少錢怎麼賭啊 大又大 小又小賭 就借錢賭了 之前貨物就經常被人上來 去找她賺錢 不過那時候我已經來澳洲了 我爸爸跟我說那些賭檔那些人 那些賣六合彩那些人 都上來去什麼 林紅柚 上去追她的錢 沒有林紅柚 她就是現在很聞名的了 就最多都是影響到正常生活而已 不可以暴力催修的了 暴力催修是被阿Sir拉的 哇 比香港還聞名啊 林紅柚算不算暴力 當然算啊 那怎樣才不算暴力呢 打電話吧 打完電話給你的朋友 打他們的單位 打他們的公司 打他們的公司 說你誰誰誰 你怎麼欠我的錢 因為他的公司就是成本 我以為打了麥當勞 不是 他爸爸 他爸爸是什麼東西 然後又打電話 然後又陪你上了水落巴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不明白的 問題是他沒有錢也沒有錢的 你陪上了水落巴也沒有辦法的 那沒辦法 別人做事的方式是這樣的 那別人做催修的那些人 別人有任務在身 都是上班 都是打一份工而已 我們今晚除了袁隆平之外 還有什麼說說說說說這件事 我覺得挺值得說的 是 說 特別對比台灣和中國 他們兩個不同政府的處理方法 有點不同 除了這件事有什麼話說呢 先講一講 都是順便再打一下 以色列 上禮拜好像有些東西忘記了 以色列 不過以色列這個已經停了火了 是啊 已經停了火了 但是有件事真的只要一說 以色列這個就是 就是之前呢 你不是發覺新聞的很多媒體都報導的 就是美國連續三次阻礙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提議 因為美國人的說法就說我們在背後已經在做事的了 你出來就 意思就是你做這樣的聲明就阻礙了 我就保證幫你收課的 因為拜登就說什麼 一個禮拜和內塔利亞湖通電話四次 就是一天通電話四次搞不清楚了 就是說美國是不停在背後做事的 事實上好像 而且那個好像真的有效 到最後來講 就是停火協議就是在 21號實下 美國人出來說沒多久之後就停火了 就是大家宣佈就說 同時在當地時間星期五晚上停火 停火在哪個停 兩邊一起停 接著哈馬斯就宣佈勝利 雖然不知道勝利那些東西 終於不用被人抓到這麼慘了 勝利 我自己說 就是聯合國這個機制 川普沒有說錯 真的是廢話的 聯合國其實可能在創立初期真的有些用的 但是一旦去到蘇聯 你知道蘇聯當年打二戰是和美國同一陣線 應該是英美和蘇聯同一陣線 一旦變成了憂吉爾這樣的鐵幕之後 就好像聯合國就廢了 反正大家對立 你支持 我反對 我反對 你支持 其實你又不可以說聯合國是廢的 之前我看了台灣節目 他就說到 其實這個世界你這麼多衝突 你是需要一個多邊移商的機制和組織在那裡 你不用這個組織的話 你又想維護這個世界 可以處於一個比較和平 沒有什麼大 其實主要是防止大的衝突 你就唯有靠霸權 所以台灣主持人說的那件事我比較認可 就是多邊機制和霸權 它天然就是天敵的 因為有霸權它就沒有多邊協調機制 有多邊協調機制就沒有霸權 你好像你剛才說 美國已經搞定了這件事了 某種意義上來說 至少對於中東問題來說 其實霸權是比多邊協調機制有效的 你不知道 聯合國那個不是多邊協調 是十四五個國家 打了一個聯合聲明出來 但聯合聲明怎麼執行呢? 你是不是以色列不聽你說 你怕聯合國人就罵以色列呢? 除非你說這樣 而且保證你罵得贏 輸在外表壞 你說看你哪些人去罵 你找老大哥去罵可能會好些 裡面部隊 之前不是說老大哥是直接派了去阿薩德那邊的 那個叫什麼? 在敘利亞那裡 被他射下來 還要被土耳其射下來 不是被以色列射 被土耳其射 不是 他那時候說他有一架飛機越境 一越境就立刻就射下來了 那你看土耳其和以色列差很遠 以色列現在厲害可以多了 你說起這件事 我之前不是發了一條片給你看的 土耳其對於以色列這件事很激 我知道 凡是以色列國家都是這樣 差不多的態度 以色列是要倒閉的 最溫和的就是我不出聲 這就是最溫和的 當看不到不出聲 就是阿聯酋那些 UAE那些 是啊 但是一般來說 土耳其那些正路的傳統 以色列國家都是有這個反應的 大家都相信阿拉 其實我覺得這些不是純不純 阿拉就像之前說的那樣 不過土耳其就不是阿拉伯世界 土耳其人都不是說自己是阿拉伯人 是以色列國家 還要是現在回去開歷史倒車 以前的國父海末爾就是世俗化 這就變回原教旨主義 他又不是原教旨 他是要正教後一 是啊是啊 又想搞正教後一 學回其他阿拉伯世界 做的那些事情 因為土耳其 你記不記得我之前說 英國佬找到 奧圖曼帝哥那一次 當年就是土耳其統領整個以色列世界的 統領了很多年 所以他覺得他做大佬可以應付 做開大佬啊 屌你啊 除了英國佬來搞亂當攤之外 就是我一直做大佬了 他不是伊斯蘭世界 他是土耳其世界 不是 阿拉伯世界 當時整個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世界是伊斯蘭世界 阿拉伯世界比較小 不是啊 我記得伊朗他沒有統治的 阿富汗他也沒有統治 阿富汗 你說當年的奧圖曼帝哥 不包括阿富汗 是啊 阿富汗誰統治 拉登的爸爸 不是這幅地圖 他就是照著中東 波斯他也沒有控制 他就是北非 阿拉伯半島 就算你這樣說 你也知道他沒有100%控制 整個伊斯蘭人 他當然沒有控制100%的 我們港西都有伊斯蘭人教徒 我們都有清真蘭州拉臉 他是百分之百控制了阿拉伯世界 是啊 但伊斯蘭人世界 他也是絕對的大佬 他惡到成這樣 他要做大佬 應該都沒有人敢反對 是啊 所以他現在就是以大佬姿態 出來說話 我的男人被人欺負了 屌你老母 我屌射你意識的 不過我口說的 真的打我又不知道會怎樣 我真的打他北約成員 那不就等於北約和伊斯蘭打呢 土耳其人都北約嗎 一直都北約的 他有沒有被人踢出來 你那一回事 我估計都快了 應該不會 因為你一踢他出來的話 相當於給老大哥出海口 土耳其自己也不是很厲害的 就是北約的 上面那些嘛 中東橋頭堡 橋頭堡 沒有可能罩他 那個德國人希望 不約開除土耳其 不過土耳其這就是一個 叫做什麼 英文叫X factor 或者 就是不可控變量 是啊 他可以倒向這邊 也可以倒向那邊 它可以是你的問題 也可以是對手的問題 你都不知道 最後會演化什麼出來 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件事 就叫做短暫時間內過一段落 但是沒有一個終極的解決方案 我之前法律邊的文章不是說了嗎 你沒有可能 你一不就撿下哈馬斯 一不就你自己走 是不是才等 是啊 你一是你將所有 他以色列境內 就是他控制的領土範圍內的 巴勒斯坦人 學阿爺那一手 抓狗你去再教育 一不就你把他們都堆掉 或者趕走他們 這樣就沒事了 他說他已經趕走了五百萬 我之前看了那些文章說 是啊 因為其實你說到底 你現在就是在侵略別人的國土 你在別人的領土上面 它炸在別人 別人炸回自己的領土 這些就好像當年二次世界大戰游擊隊一樣 不是 哈馬斯肥那些就不是自己的領土 鬼佬是分開來講的 就是鬼佬比較喜歡把 West Bank和阿叉分開來講的 因為你叫人家主要是約旦河西岸 但是現在被噴火箭炮的都是在特拉維夫那邊 特拉維夫就是以色列的領土就沒有什麼爭議 是約旦河西岸你亂說是否叫人家這地 不止約旦河西岸 聯合國當初他分出來的國境肯定不是這樣 聯合國當初是沒有用的 知道嗎 因為聯合國當初你下星期都不承認 你第二天就開拖了 你自己都不承認 你不能罵別人了 難道打輸了 又說當初我這麼說 你打仗 早起才不打 你自己開拖了 早起才不打 越打越滾 就像清朝那樣 那你各地賠款打輸了 難道你說當初不是這樣的 當初香港都是我們一部份 當初台灣都是我們一部份 那你已經輸了 但是清朝還不承認 中東的問題就不能解決了 除非就被他吃光了 而且我看以色列其實挺偉大 你知道加沙一直比 阿拉伯國家不比巴勒斯坦建國 你無論是說一開始打完之後 約旦是佔領了約旦河西岸 而這個叫做以色列 說出來 埃及當初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是佔著了加沙 但是他們沒有幫這兩個國任何 一個國家建立一個叫巴基斯坦國 是就這樣佔 巴勒斯坦 他們當初只是佔了它 但是沒有幫它做建國這件事 等於以抵抗國家的名義佔領 佔到1968 接著還戰爭輸了 以色列才把他踢走 以色列直到2005年才自己走 我之前說的 以色列其實如果要霸著你一直都霸著 以色列是挺偉大的 但是我將你在埃及首宗叫做解放了 你先想想想你們那些加沙人 還是活在 還在埃及帝國 是啊 現在就改了 現在是叫做穆斯林兄弟會 不過唉 這些就不用氣了 我覺得 我都說了阿拉伯人是不在乎 你巴勒斯坦人的 如果真是堅持阿拉伯那些 就像之前說的要做一個阿拉伯帝國出來的 肯定吃掉你的 就是你向我一個省而已 最多 當初實在沒有人吃在旁邊的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阿拉伯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尤其是秋德那幾個國家 都應該是想重返當年阿拉伯帝國的王榮綱 所以其實他就不是在乎你被以色列罩的 他是在乎他在乎不乎 以色列和乎不乎死你那些 他看不起阿拉伯國家而已 不過我覺得其實阿拉伯國家應該都沒有人走 因為我原先都不是很清楚阿拉伯國家的那些 他們內部的運作 我之前發過的一篇 我在長文文章裡面說了 他就說其實阿拉伯世界 真的是一個世界 你為什麼你真的跟人家開拖呢 你都不知道要找誰跟你聊 你都不知道要找誰站出來跟你聊 嗯 你意思是外星人衝過去地球 找那個人跟他聊都找不到人 就找習近平談啊 還是拜登談啊 還是歐盟啊 還是找老大哥談啊 老大哥就不用玩了 其實就是處於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你說為什麼說阿拉伯人 就是按照他的說法 我沒有研究過這件事情 因為他好像是專門做一些阿拉伯世界的田野表演的 研究那些人 他就說 按照他的說法就是說 其實因為你在整個政治體系上 你是落後了人家兩代 或者甚至三代 那你這麼落後的政體 你如何可以組織出一個有戰鬥力的國家 你去跟以色列抽過 無可能啊 尤其是你還是中教派的 但是理論上應該有可能啊 但是理論上 就是我阿拉伯國家有成幾億人是吧 就是你幾百萬人 一百個就一個就不贏 如果大家是同一條心啊 所以那一百個人呢 那一百條心呢 你記不記得我們很多年之前不是說過 我們嘗試去網圖想去了解伊斯蘭教 它下面的教派呢 嗯 就發現其實我們一直都是很膚淺的 因為伊斯蘭教只有兩個派系 一個叫做實業派 一個叫做順利派 但是後來才知道呢 屌你老母 你順利派也好 實業派也好 下面都倒著一大抽的水火不容 只不過就是說 順利派下面的水火不容呢 和實業派下面的水火不容呢 它是人物內部矛盾 那麼順利派和實業派呢 也是敵我矛盾來的 所以這個是它的 我不知道它的教派會不會影響到 它那個 質證的一些單元 就是因為 你無論澳洲也好 或者中國也好 它都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架構 政府架構 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個架構 就是會不同 但是其實你都是遵順了 中央到地方的一個架構 民主國家可能是相對平等一些 但是你好像中國這些國家 它就是由上至下的 但是阿拉伯那種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一個油長 帶著一丟人 壓著一塊地 是不是 我名義上是歸順利 但是其實我可能 我根本就不屌理 不屌理你國家元首可以 所以之前它不是說到就是說 就是那篇文章說的 就是2000年前後那段 去抓勾阿拉伯特的 以色列一夜衝到尼巴嫩 尼巴嫩那首都叫什麼名字 上次爆炸那裡 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 好像是一個背節開頭 Anyway 就是衝到下面 然後就等著找一個人跟它聊 找一個人以色列去聊 大家都發現 哎呀你老母 如是一直以為 就是不知不知道找誰聊 原來打到尼巴嫩 都不知道找誰跟它聊 所以你這麼落後的一個政體 你這麼落後的一個國家 有一個組織架構 你怎麼跟別人打呢 你無論是經濟 軍事 科技 你全面落後 那些阿拉伯特的世界 可能除了那些賣石油賣到 都已經 家裡都裝不下錢的那些國家 可能就不會餓死人 我相信其實沒有賣石油的國家 多數都是餓死人的 在今時今日為止 人均預期壽命應該還是低的 阿拉伯特的國家好像很少聽說我死人的 但是它是不是因為有石油 所以不用死呢 我就不知道 阿拉伯特的國家 我們就不可以 只看沙特阿拉伯 阿聯酋這些有錢的 那敘利亞 尼巴嫩 約旦 都死不了人 利比亞 埃及 都死不了人 都死不了人的 你不要看不起人家 雖然卡達非被人對死眼 為什麼利比亞死眼 利比亞的人的GDP比中國高 就是自己說在被人對死眼的時候 是肯定高了中國的 現在就不知道了 打完仗之後 是啊 埃及的預期壽命都挺長命的 也有71歲 埃及你剛才數的那堆東西 算是窮兄弟來的 但是埃及夠大嘛 喜歡中國減股 你給我一萬三千塊 是啊 我都說了 你不要看不起人家 人家當時卡達非良國說話 都是很有底氣的 你以中國人說法 口水花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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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說最貢窮應該算是釀彈 是真的沒有石油的 埃及人均可能最低 當然現在真的 有得買石油 真的不同 你想看高的東西就看右手邊 那些就可能接近10萬元美金 阿聯酋黑和卡塔爾 最有錢 嗯 還有什麽?那個叫什麽? 最是窮人的國家了,就得那個國家了 也門,這個真的沒得說了 就得這個,應該是我的死人 也不是,應該沒有時候買 這是非洲國家來的,也不是 不是阿拉伯嗎? 就在沙特阿拉伯下面而已 那我記錯非洲那是誰? 蘇丹 也門就是之前被沙特阿拉伯炸的國家 蘇丹 是的,胡塞武塞 其實我真是佩服那些黑人 你老母在沙漠裡怎能搞那麼多事情? 怎能搞那麼多事情? 沙漠基本上是處於一個無險可守的地方 你又沒什麽東西可以給你種 又沒什麽經濟可以給你搞 他老母在那裡搞那麼多事情出來 還有一個叫阿曼 有錢來的 有錢啦,不用說 阿曼也是有錢的 我以前有同學供費流行的 是不是那些什麼王子? 不是,他應該算是窮的 也有錢給我 我真是看不起阿曼 15倍中國人的GDP 都說了 在右邊那些就是10萬美元以上 沒有,15,000美元 我看錯了,15,000美元 然後阿曼是40,000美元 你看看其他有些是多於零 有些是卡塔爾肯定是 你說起這件事好像 之後有一個世界盃在那裡 還是什麽時候? 就是下一屆 世界盃是下一屆 明年 明年就是卡塔爾 62,000美元 你講 你講 我一直在想的問題 我發現 為什麽那些馬來西亞的人 這樣支持這些極端 這些伊斯蘭勢力? 說了它是否極端是另一回事 但是它都是阿拉底下的子民 他是馬來西亞人 你老美和你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人是信伊斯蘭教的 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的國家 我知道 但是你不是那種人 你都不是阿拉伯的人 他們這些 就好像當初 上個世界一樣 就是你共產主義一樣 你炸我共產主義的兄弟 你就相當於殺我兄弟 你老母 我說知道他是白色的還是黑色的 反正你只要炸我共產主義兄弟 我黃色的都出來罵你 一樣的道理 親很多 應該 宗教給你這些主義的 肯定 還要親很多 是啊 你的主義這些 可能是你老爸一個主義 你的兒子也是另一個主義 宗教 整條村都是這個教的 沒理由兩個教打起來 他們還不是朝鮮 他們是世世代代都是信這件事 所以 因為我是沒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我是理解不了的 但是呢 你就這樣想 你就是 你阿爺 往上數十代二十代 你都是信這個教 這個教就是一家人 好像 我不知道伊斯蘭教是怎樣 但是你好像基督教 大家是弟兄來的 我都是什麼弟兄姊妹 是嫁人來的 都是神的子女來的 你想我的兄弟 所以你就明白了 你既然這樣說你就應該明白了 因為呢 中國的教就是叫祖先教 也拜祖先的 都只是自己顧自己祖先的 哦 你是這個什麼 陳家慈 姓陳的 為什麼 對面 中國是中族 是中親 就是拜祖先教 這個 但是問題 鬼佬就是 講法不一樣 鬼佬是大家都是 上帝創造出來的 死了之後都是見耶穌 所以就不存在 老爸比你高級 阿爺比你高級 因為你和老爸和阿爺平一平坐 都是上帝創造出來的 其實簡單的理解就是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激動 就是我們放回中國的中親 你殺了我們這條村幾個人 我們和這條村都是一家人 我整個村都沒有裝上去罩過 所以以前中國經常有那些叫民亂 就是兩條村之間經常開拖的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放在現在 他們的化學大很多 中國現在沒有了 全部都外出武功了 現在打工了 現在沒有了 現在只剩下共產黨了